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4月28日 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繼續來到農曆年 3月20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跟進一下 屯門的一品刀剎麵 據說 最新仍然是有人走到屯門的一品刀剎麵 是做食客的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 其實原本 全香港人 除了是屯門的之外 應該 也不會知道有這間刀剎麵 因為看看他的格局 以及定位 也很明顯 肯定是一間街坊店 就是 做街坊生意 做區內生意 誰知道 這個 欺負學生事件 再加上記者上門 然後演變成為 整個香港 有 大量的人關心這間 刀剎麵 也跟近期 爆發的一場消費者革命有關 香港人 終於覺得 香港 服務態度實在是太過惡劣 但是這件事 還繼續發酵下去 而且 似乎 這個刀剎麵 並沒有 出來認錯的 反而更加是 變本加厲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各位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無論你是新聽眾還是舊聽眾 還是剛好因為聽到這個話題 才走進來 實際上每一節 是有哪些聽眾進來聽 我始終是不會知道的 我只是可能會知道 可能某一個話題 忽然之間會吸引到更加多人 例如近期 最 吸眼球的話題 竟然 仍然都是網台罵戰 坦白說 關於 這些罵戰 其實我可以有段時間說的 但是我也沒有 正正就是因為 我不想不斷地 在這裏 好像要找回這些東西出來說 這件事也有為我們一向 做時事評論的作風 所以我們 除非是再有其他公共性 或者重要內容 不然我們就不再說了 不過 關於 香港議會 還有 是裏面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公事的問題 這個我一定會在適當的時候跟大家 有需要的時候詳細說的 再補充多一句 雖然我跟錢志健當然仍然是朋友 但是 還有一件事我是真的同意的 就是這個 世界香港論壇 是包藏著 有很多人 是對 這個 香港議會 是充滿敵意的 這個幾乎是可以肯定的 我再抽機會再說 這節要繼續說回刀剎麵 話說刀剎麵 爆發了這件事那麼久 他們繼續 是沒有做任何事 是出來認錯的 因為如果刀剎麵 店主和當主 是出來認錯 覺得自己做得過分了 這個片段和道歉 應該 全港很多人傳閱的 截至今天為止 我們仍然沒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出現 有幾個原因 這個刀剎麵覺得自己很正確 到了一個極限狀態 如果你說這個是他們的經營方針 那也真是沒有辦法 因為 如果這間刀剎麵真的是標榜 自己態度惡劣的話 而他又真是得到大量的客戶支持 那你也真是沒有辦法 雖然跟食店 好像不是相容 因為 沒有理由一個食店 是出名跟客戶敵對的 不過 如果他真的是 長期跟客戶敵對 又長期還可以繼續營運 這個就很奇怪了 就是變成了 好像香港的奧偶 即是出名 是態度惡劣 而且 服務員會罵人 現在我有一種感覺 就是覺得這間屯門的刀剎麵 已經演化了 去到了另一種階段 就是繼續 看到甚麼客戶也會罵 似乎近日 的輿論衝擊對這個刀剎麵是沒有太大影響的 不過你看回他的經營 格局 以及方針 應該這間始終都是做街坊生意的店舖來的 所以網上輿論還網上輿論 其實我們見了很多類似的情況 就算 網上 洗完板 一面倒 也不代表 等於 一定代表現實世界所有人都圍攻 這個請大家要注意 網上輿論 來得很兇險 但是有些時候真的不代表現實世界來的 坦白說 這個刀剎麵 態度真的很惡劣 甚至乎是叫做惡人先告狀 但是 在現實世界裏面 其實好像他的店舖 以及他的經營者 在香港 不是開玩笑 是多到 是不能盡錄的 隨便找一間茶餐廳 其實 服務態度 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其實根本 香港服務態度差 就是差不多 是全港共通的事情來的 請大家不要忘記 香港全世界服務質素 黑面指數 是世界冠軍來的 香港是出名全球 服務質素最差 的地方來的 特別是說服務態度 和笑容方面 你作為世界冠軍 你也不要想著 就是有個倒閉群組 說多幾間店舖倒閉群組 就可以那麼容易 改變整個香港的生態 香港最核心的原因 仍然是 跟香港是一個 繁忙的商業社會有關的 即使今天有大量的店舖結業 有大量的公司裁員 香港仍然 不失 為一個 是商業掛稅 的大城市 雖然現在人口下降 一個 是以 商業掛稅 人口多的大城市有甚麼特色呢 就是客戶相當多的 因為你和我都要吃飯 尤其是這些 生活所需 基本上 就是無論態度多麼惡劣 都仍然有大量的人 光顧的 事實上香港的茶餐廳 也是出名的 態度惡劣 只不過不是每間茶餐廳都會跟記者吵架 實際上 茶餐廳跟客戶吵架 根本都是家常便飯 只是那個不是 記者 我認為現在香港 的服務態度惡劣 已經成為了一種新常態 實際上 你能夠改變到的 是有限的 始終 你說出外消費 是可以使得香港很多 不同的生意 但是 對很多生意來說 他仍然可以繼續做到的 最簡單 香港的港鐵 香港的港鐵 那麼多人回大陸 反而多了人回答 收益肯定也不差 生活所需 生活所需 是一個 就算你有很多人杯葛 也未必能夠把他杜絕的行業 就是因為正如他的名字 生活所需 這種貼地式的街坊生意的店舖 基本上也不是靠你 香港的輿論 是可以那麼容易 激倒的 不要忘記 香港還有大量的藍絲 而且 你黃媒揭露他 其實代表 很多藍絲 是不信服的 甚至乎 是跟你做相反的 所以 單單是揭露 在這個刀削面 叫做態度惡劣 其實不足以使得這間刀削面 結業 反而使得他現在變成了 簡直就是當態度惡劣 是他的經營方針 過去一段時間 很多人也有一個壞習慣 大家當了 網上的輿論等於一切 大家開始忽視了現實世界的重要性 雖然我同意 有些時候的現實世界 可以透過 在網上影響 但是 很多時候 其實網上的輿論 跟現實世界的評價 是相差很遠的 坦白說 我覺得這個刀削面 是相當之惡劣的態度 但是 好像他的這樣的案件 如果只是說的士 只是 其實 的士佬比他多的 是多得很厲害的 的士還沒有倒閉 還有小巴 甚至乎巴士 巴士佬罵人的影片也有很多 好 不要只顧著 只留意網上輿論 細心一點做多些調查 你才會 找到很多問題的答案 即是我認為 下下就是看輿論說甚麼 就當是立場 其實跟 就這樣網上找懶人包是一樣的 如果你永遠不細心思考 不去做比較 其實 就會變成人民抑鬱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運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國安安全法 基本法23條保護私隱工具 隱藏你的IP地址 隱藏你的網上身份 隱藏你的通訊記錄 隱藏你的消費記錄 Surfshark VPN 國安安全法 23條之下 無時無刻都要打開VPN Gmail 用VPN打開USIP註冊新的Gmail帳戶 美國虛擬電話號碼 Text Free 免費試用3天 建議長期付費使用 接收各類短訊及認證碼 虛擬信用卡 Wirex App 新加坡註冊新金融機構Wirex 防止各下消費記錄被追蹤 保護各下私隱 避免國安法及 基本法23條迫害